野口咖啡桌 介于艺术品与家具之间的完美平衡 没有隐藏任何的东西 揭示了关于简单本质的一切 咖啡桌的设计师野口永 是美国的艺术家 也是景观设计师 他的艺术创作生涯 来自1920年代开始长达60年之久 因雕塑品与公共艺术文明 他也曾为现代舞大师 马莎·格兰姆设计过表演舞台 还设计不少被大量生产的灯饰和家具 其中有一些至今都还活跃在设计市场中 野口永的父亲是日本旅行师人 野口米次郎 母亲是有着艾尔兰协同的美国作家 利欧尼及欧盟 他帮野口永编辑了大部分的作品 野口永1904年出生在洛杉矶 但由于当年日俄战争 所产生的仇日情节日益增长 两岁的时候 他就随着妈妈移居到日本 1918年 13岁的野口永独生一人回到美国 在Indiana中生活和就读高中 这让他原本的每日混血 又多了一层身份 但他在日后都很骄傲地自称为Hoozer 意思是Indiana州的原住民 高中后他搬到康乃迪克州 替雕刻家和资恩伯格勒姆 短暂工作过 然后又搬到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准备成为医学院预科学生 与此同时 野口也在纽约的达文西艺术学院 上雕刻家奥洛尼奥鲁托洛的雕塑课 没多久 他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 成为一名学术雕刻家 特过制作他的第一张半生肖像来养活自己 1926年 纽约举办雕塑家康斯坦厅布兰库西的展览 野口被他的作品影响 深刻的改变了他的艺术创作方向 在申请到古根汉艺术基金后 野口前往巴黎 并于1927年 在布兰库西的工作室拜他为师 受到这位老艺术家的形式和哲学的启发 野口转向了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 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抒情和情感的表现力 并带有神秘的光环 野口的作品 直到1940年才在美国访为人知 在1938年 他受美联社的委托 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中 创作象征媒体自由的大型雕塑后 他的名声彻底打开 这是成为全球众多著名公共艺术的第一个作品 从游乐场到广场 从花园到喷泉 这些所有作品都反映了野口永相信雕塑对社会意义的重要性 1947年 野口永开始与Herman Miller家具公司合作 并且开始与美国工业设计大师乔治·尼尔森 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保罗·拉斯洛 与之前介绍过伊姆斯堂椅的设计师查尔斯·伊姆斯 合作制作家具行录 这本行录中的各项设计作品 都被世人称为对现代家具最有影响力的大作 其中就包括了这张野口咖啡桌 野口永的作品分布全世界 也被收藏在野口永基金会和纽约的野口永博物馆中 野口永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一切都是雕塑 任何无阻碍的孕育于宇宙间的物质和想法 在我看来都是雕塑 野口咖啡桌只由三个物件组成 两块石木作为基座 和一块四分之三寸清透玻璃作为桌面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片抽象形体的石木上下长得一样 却上下颠倒 互相连扣 一块陀富碑仔 一块顶底支撑 就像是维持宇宙万物运行的阴与阳 雕刻般的基座从每个角度欣赏都呈现不同的样貌 咖啡桌的石木底座有多种木材选项 核桃木是当年桌子推出的原色之一 至今它仍是代表经典的选择 而黑色野口咖啡桌则唤起了永恒的现代主义感 还有温暖的白色橡木和经过特别处理的白灰色石木基底 白灰色石木基底是将木材保持在新鲜的切割状态 从而形成乳白色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黄 这张咖啡桌背后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野口永在自己的自传里提到过 1939年我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乔治亚欧基福到夏威夷做宣传 在那里我遇见了家具设计师吉宾斯 吉宾斯邀请我为他设计一个咖啡桌 我用塑胶设计了一个小模型给他 随后我便前往西境 所谓的西境 其实就是指在二战时 位于亚利桑那州居留美籍日益的集中营 在野口被拘留在集中营的日子中 他意外的发现当初他为吉宾斯所设计的塑胶小模型桌 已经被一位英国设计师稍加修改并做成广告发行 野口说 当我从西境重返自由后 我抗议那位英国设计师说 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张三条腿的桌子 为了报复 我拿当初设计的桌子作为基础 再创作了属于自己的变体设计 野口的这个变体设计图稿被 Herman Miller家具公司的一位设计师 乔治内森放入他所撰写的文章 如何打造一张桌子中的一张插图 而这张插图中的桌子竟变成了野口最有名的咖啡桌 和之前介绍的几件作品一样 我们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野口咖啡桌的身影 例如好莱坞电影《蓝月亮》 还有康纳脱口秀 在《难行不行》中看到野口桌 当一件造型独特的家具受到大家的喜爱 防治者就会开始串出 为了表明真实性 这张桌子在两个地方刻上了野口的签名 在玻璃桌面的最长边缘和底座下面印一个奖章 在奖章的底部有野口的名字字母 野口咖啡桌还因其独特的配置而拥有注册商标 在Herman Miller家具公司的网页中 野口咖啡桌的价钱随着石木基底的选择而有所不同 核桃木色的咖啡桌价钱为美金2,495元 折合台币约为76,288元 其他三种石木基底的价钱是美金2,195元 折合台币约为67,115元 在野口咖啡桌一生的创作中 他设计过花园与购物中心 喷水池与壁画 家具和植地灯 他也曾为现代舞大师马莎·葛兰姆设计过表演舞台 他也是马莎·葛兰姆唯一合作过的设计师 但野口勇说 在他创作的所有家具中 只有这张以他命名的桌子能代表他真正的成功 这次想要介绍野口咖啡桌是因为 当我在第二学期的期末住宅设计报告中 我的组员选了这张桌子 我当时觉得很好看 但没有多问就将它列入了家具清单 那时的我看都没看过这张咖啡桌 当然完全不知道这张桌子的来历 他以为是我的组员随便在网络上挑的一张咖啡桌 直到教授与客座设计师讲评我们的作品时 听到教授特别指出这张桌子 我才惊觉这张桌子的来头肯定不小 因为那时候的无知 让我现在制作设计款家具系列影片时 野口咖啡桌马上被列入故事清单中 谢谢你们的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